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不存在的中国核威胁论为借口 扩张核武库,推卸自己的核裁军责任 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众所周知,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库 坚持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近年来还投入巨资推动核武器小型化、实战化 在核获造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 严重威胁全球战略稳定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 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 停止搞核共享延伸威慑核联盟 以实际行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